大家好,我是魏杰 欢迎回来继续学习Linux多线程系列视频教程 这节课我们学习到了多型上的第二个课时 线程的创造和生命周期 首先来看这一节课的课程目标吧 学会创建一个线程 掌握p1的-quit这个函数每一个参数的意义 掌握线程的生命周期 这节课的重点难点是p1的-quit这个函数的参数 县程的生命周期 考核目标 如何给一个新县程传递多个参数 县程有几种基本的状态 课后列席 由于这节课我要分开好几个小节去讲 所以每一小节到最后我会给大家具体的规定一个任务 让大家去做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节 创造新的县程 那么在创造县程之前呢 我首先要说一下这个县程的一个属性 它的ID 我们和进程来对比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进程的ID呢 它是一个pid-t类型的 实际上呢是一个无符号的整数 那么现程的ID呢 它是一个p3的-t类型的 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类型呢 那么在freebsd和macOS里面呢 它是一个结构体 而在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下面呢 它是一个无符号的整数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 我们是搞切入式开发的 将来设计出的程序呢 需要考虑一个可一致性的问题 假如你在linux系统下面呢 打印一个系统的ID 你如果把它移植到一个macOS下面 那么这句话是错误的 因为一个结构体是不能打印的 那么在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下面 这个p3的-t类型呢 它实际上定义在这个头文件下 在u4inclube下面一个头文件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在这个头文件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36号应该是 type5onside longin的p3的-t 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linux操作系统下面呢 我们的现程ID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无符号的整数 好我们继续回来看这个概念 获取进程的ID 我们是用getpid 那么获取现程的ID呢 它是用p3-t-save 关于这个函数 它的原型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再通过手册来看一下 我们来mine一下 p3-t 我们打开手册看到第一句话 includep3.h 这个说明我们在一会写程序的时候呢 需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那么关于这个函数呢 其实非常简单 它的参数呢 是可以空的 返回值当然是一个线上的ID 因为我们求的是ID 当然返回的当然是一个ID呢 这句话需要注意一下 下面这句 compile.link 穿过广义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別语列阶 这个程序的时候 需要用一道一个 现程序 p3-t-save 就像我们用数学寒酷 数学酷的函数一样的 我们假如使用一个开放的函数 或者一个正学一个基本的函数 都需要在別语的时候呢 用-lm对吧 那么在这个程序我们写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gcc-lpstrand 需要这个参数 大家一定要记得 凡是呢今后涉及到现场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用到这个库 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个例子 获取一个现场的ID 看看这个函数到底是不是传输中那个样子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一下 我们传统的进程的模式变成了 它其实是一个单线程的样子 一旦程序进入了组函数以后呢 它就是一个现场了 所以呢我们用一个普通的例子 就可以取出它的ID 好现在我们来设计一个解决的例子 去使用一下这个函数 我来起个名字 一个slideID吧 我们先要获取一下ID 这里边我需要先包含一个投文 大家看我这个 我是includeapu1.h 那么关于这个apu1.h是什么呢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 它是一个我日常编程序用不到的投文件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要先切换到一个目录下边 我看这个目录下应该有 我来打开一下apu1.h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四个投文件 都是我写这个程序需要用到的 这都是为了方便 那么今后呢 我要用到投文件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个apu1.h去代替 里边已经写好了 许许多多的投文件 OK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主程序来 这个主函数我们先写一个 不需要传参 对吧 主函数的参数呢 我们需要在最后再进行一下讨论 在这个程序里边 我很简单打印一下进程的ID 再打印一下现成的ID 我们将它来对比再看一下 进程的ID 它是个pid钢铁类型的 我们定义一个pid 进程ID 那么现成的ID呢 它是一个p3的钢铁类型的 来个tid 接下来我们来获取进程的ID getpid 获取现成的ID p3的 gonself 最后我们打印出来 这个函数整体呢 非常简单 进程ID 一次 我们知道进程ID呢 是一个无符号的整数 所以我用百分之右来打印它 那么现成ID呢 它也是个无符号整数 这里边我暂且用百分之右来打印它 最后我别忘了返回之 一条灵 好 接下来我们来逼一下它 gcc 跟lp3 记得要列结这个库 p3的库 然后我的原文件是谁呢 选择点C 给它升起一个目标名字 OK 便衣没有错 我们来执行一下 大家看到了 它打印出一个pid是7608 那么tid是这么多 这个数很不好看 我可以修改一下程序 这个数太大了 我可以改成一个16进制 让大家看一下 16进制 我当然是用百分之x了 然后再编译一下 再执行一下 大家看到了 pid是这么多 7620 那么tid用16进制 表示的是b7766640 它和pid明显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现成和进程 是一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知道进程 是用来获取资源 而实际中使用资源 是一个现成